彭亨北根昨天深夜发生爆打警员在火烧警车事件 一名被指在住家内闹市的印尼男子打伤两名巡警 另一名坐在巡逻车内的警员也差点被嫌犯放火烧死 北根警区主任默默在地指出 当地一个干绑的木头仓库看守人员昨晚11点报警 指一名30多岁的印尼籍看守人员在屋内闹事 警方派出三名警员到场了解情况 没想到嫌犯直接爆打其中两名警员随后放火烧毁巡逻警车 所幸在车上的警员及时逃出车外才没有被烧死 但是整辆警车已经完全烧毁 警方目前正在全面搜捕逃离现场的嫌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扶仔拿来 하겠습니다 写者是逃 tet到散场看守人员 咱们 investments 不要挖出来 闲ould